《台湾新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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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好 我是陈芳明 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学史》 我们这次要介绍的 就是奈何他的作品 以及他跟时代的 某种程度的回应 我们都知道 日本人 来台湾建立了殖民体制 而殖民体制 就是要压迫台湾人 压榨台湾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又带来了现代化 一般在西方的现代化 就是一种精神 或者文化上的一种解放 可是把这样的现代化运动 放在殖民地历史的脉络里 就是它一方面 带来了压迫 可是一方面 又让我们在精神上 有某种程度的解放 那从哪里解放出来 就是从落后的传统社会 解放出来 或者从腐败的那一种黑暗的 封建社会解放出来 那一方面又是解放 一方面又是殖民地的压迫 所以这两种矛盾性 一直是第一代台湾知识分子 他们最深的感受 他们都是领导整个台湾社会 进入一个文化自觉的年代 那么这种文化自觉 相对于过去的传统的教育 那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一方面被开启 接近现代的知识 可是在某一种程度上 日本的总督府体制 它说都是还是尽量 利用各种机会 剥削 压迫台湾人 那在这种又是解放 又是压迫的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幸好有奈何先生 他的出现 他的出现是带领我们 怎么样去接受 进步的现代化运动 但是又如何在精神上抵抗 压迫的殖民体制 所以这也就是我常常讲的 台湾文学史因为有奈何的出现 我们才知道说 怎么去对付殖民剥削的体制 那怎么去重建台湾的文化主体 那从他的整个小说创作 他一直都是在做这样的工作 他透过小说的创作 然后去揭露了 我们过去传统社会是如何的黑暗腐败 过去我们如果读传统的画本小说的话 那传统画本小说 它有一个固定的公式 那这种公式是什么 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这种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最后的结果 读者都会很满意 反正故事里面这个人有多邪恶 但是他最后一定会得到报应 那如果这个人是善良的人 他一生的命运是非常坎坷 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好的 可是现代小说不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后来的答案是什么 这也是赖和先生 他在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 为后来的人示范 以后现代人的小说就是要这样写 那当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作者 这位医生他非常了解台湾社会 我们都知道他虽然用听筒是在听病人的那种 他的疾病是什么 可是他的听筒事实上也听到社会很多的不满 或者是受到要破的实况 因为那些病人都是很穷苦的人 从他们身上就知道台湾人民生活的待遇 那恰恰就是他是担任一个医生 他非常了解台湾社会 所以他终于写出了《一杆秤宅》 《一杆秤宅》是写一个日本警察 然后开始去每天都到市场里面去巡逻 那么有一个菜饭 他就种了一些菜 想说也拿去市场卖 而且他为了要让自己 是合乎法律的要求 他还去买了一个非常新的标准的 就是那种秤子 那这个秤子是经过官方规定的 结果这个警察来巡逻的时候 看到他在卖菜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样的人 其他的菜饭都知道 可是他在第一天开始做生意 结果这个警察来问他说 这个菜很漂亮 那这个多少钱 然后这个是多少钱 没有想到这个菜饭 他就很规矩地跟他讲说 这个一斤要多少钱 这个一斤要多少钱 这样的 事实上日本警察作威作虎 他在问说这个菜是值多少钱 说其实他内心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要要这种菜 那你就要送到我的警察局来 这样就好了 没有想到这个菜饭 居然还跟他讲说 一斤要多少钱 而且是拿秤子拿起来秤 还秤给他看 他说几斤几两 这个恼羞成怒了 日本警察 他觉得说你菜都没有送给我 你居然还在跟我讲说 一斤多少钱 还要向我收钱 所以他这个警察 一发怒以后就说 你这个秤宅不符合公定的标准 是不是伪造的 他是向人家借了一个新的秤子 结果被他这样指控 这个菜饭当然要抗议 那抗议人就被逮捕了 所以这篇小说写得非常简单 警察代表日本人 菜饭代表台湾人 警察代表统治者 菜饭代表被压迫者 这好像是公式的一种写法 但是对于当时新文学正在展开的时候 才知道说 一篇小说可以分析出一个 时代的社会背景 这篇小说当然非常重要的是 写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菜饭被逮捕而且关起来了 然后他说 他是看了一篇法国的小说 法国小说也是一个农民被欺负以后 他最后起来报复 那他的小说最后也是写 某一个警察在一个晚上 然后被杀了 就用这样的一个故事 来激励读者对日本统治的批判 一篇称载我们现在看 当然就是说 整个结构非常简单 然后整个分类也非常非常的二分法 可是他终于为台湾新文学示范说 以后台湾的小说就可以这样写了 看故事来决定情节的变化 然后可以写出精彩的小说 我们也知道 这是站在农民立场写出来的 那另外他也写了一篇小说叫做可怜他死的 那个他是用女性的他 这也是我们的文学第一次出现台湾女性 那在1931年物色事件爆发的时候 他又写了那么长的一首诗 叫做南果哀歌 这是写原著名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从一赶乘宅 可怜他死了 南果哀歌 我们就注意到 原来台湾新文学是可以写出台湾农民的故事 可以写出台湾女性的故事 然后也可以台湾写出台湾的原住民的故事 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换句话说 这个小说它已经包括了族群意识 性别意识 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 那么简单的文学作品 就把整个台湾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时态 用文字呈现出来 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法律介绍到殖民地社会 本来就是说 当官的人被统治的人民都应该要遵守法律 所以法律代表一个现代的到来 因为有法律才有一个规范 那才有一个生活的准则 但是没有想到日本统治者是利用法律来欺负台湾的老百姓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奈何在写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 往往充满着各种爱恨交织的矛盾 就是说对法律是对的 因为我们是现代社会 什么都要按照法律来 可是如果其中有一方 特别是统治者 他不遵守法律的时候 那么我们老百姓要怎么办 因此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只有一个字 就五入的入 他说我想是因为在这世代 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 被压缩式的痛苦 不明了的不平 没有对象的怨恨 空默的正恶 不断你再希望这悲哀会消失 不平会平复 怨恨会报复 正恶会灭亡 这大概是在1931年 他写出来的这样的 这是一个殖民地社会 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描述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悲哀了 可是这个悲哀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我们找不到它的源头 这个世界是那样的不平 可是怎样让这样的不平能够拉平平复 所以那怨恨发生那么多次 那我们要怎样报复 他没有给我们答案 他就是在形容台湾老百姓 就在这样一个没有答案的空间里面 继续受到压迫 这是了不起的一位台湾新文学的作家 因为他的示范 我们终于明白 原来台湾人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欢迎各位回来收看台湾新闻学史 这样一位相当伟大的台湾作家 1941年居然还遭到逮捕 我们都知道1941年就是夏威夷被攻击的一个事件 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讲 他真的是不治之举 他们以为说反正美国的海军不会很强 特别是在太平洋 他们没有想到最强壮的军队 居然可以立刻那么快的时间就掉过来了 所以珍珠港事变发生了以后 总督府开始逮捕台湾知识分子 赖河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在1941年留下狱中日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台湾医生 他会去描述在狱中所说的待遇 他也跟他在他的日记里面跟他坐牢的那些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都记载在日记里面 后来杨云平在1941年左右 跟朋友去慰问赖河先生 他就感叹了一声 他说我们这辈子做的事情 后来的人都不会知道了 那杨云平就安慰他 说不会的啦 三十年后五十年后一定会有人记起你 杨云平可能是随便讲的 那没有想到赖河在1943年去世之后 台湾人都开始怀念他 几乎第二世代的所有的台湾作家 每个人都写文章纪念他 没有人忘记他 只有一段时间 就是他在战后初期的时候 他曾经被供奉在忠烈池 因为他为台湾人做很多事情 没有想到国民党在1949年来了以后 居然就说赖河他是信仰社会主义 他有左派思想 不应该放在忠烈池里面 就把他赶出去了 那当然这个要到1980年的时候 赖河又回到忠烈池 我们可以看出来 国民党他是对台湾历史完全不知道 甚至是遮蔽着台湾的后代 去认识日据时代的历史 因此我们都以为说 台湾社会已经忘记了奈何这个人 没有想到 你看他1943年去世 30年后 就像杨元平 30年后 那就是1970年代 1970年代 我的朋友梁景峰老师 他是淡江大学的教授 教德语的梁景峰 他居然在夏朝刊登了一篇文章 叫做赖河是谁 当时我在海外读夏朝 我看到梁景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也问我自己赖河是谁 国民党的教育实在太成功了 我们这些台湾子弟 战后成长起来的 永远都不知道 殖民地时代 台湾作家做了什么 台湾的民主运动者 他们反抗了什么 所以我读问了赖河之后 就想尽办法 要去读赖河的作品 1990年代 成功大学的教授 我的朋友林瑞敏老师 他完成了一本叫做 《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 那副题是赖河研究论集 30年后 50年后 一定都会记得 这杨云品是在安慰赖河 可是他讲的话是那么准确的 1970年代第一篇介绍赖河的文章出现了 1990年代一本研究赖河的专书出现了 赖河在台湾文学史的地位 就这样确立下来了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在那同时代的很多的作家 其实跟赖河一样努力的 在我的《台湾新闻学史》里面 特别讲到了 1920年代的《台湾文学》 都是附属在政治运动的刊物底下 尤其是《台湾民报》 《台湾民报》是在东京编辑的 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 它在东京编辑完了 然后印好了以后再印回台湾 1921年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 就是为了要接应《台湾民报》 送来台湾以后 怎样去传播到整个台湾社会 《台湾文化协会》 事实上是扮演着知识启蒙的角色 而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 他们扮演的就是传播知识 传播世界现代化信息到台湾的 很重要的媒介 所以有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 然后又创办了《台湾民报》 再加上《台湾文化协会》成立 来接应《台湾民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第一代台湾作家 都是读《台湾民报》的作品而成长了 当时《台湾民报》 大量转载的中国武士运动的作品 那这些人 我想我们现在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 可是在殖民地台湾来讲 那些名字都是新鲜的 当时转载的武士已降的 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中国的作家到底是包括谁 就包括了鲁迅 胡适 郭沫若 王鲁燕 冯元金 张之平 胡野平 潘汉年 许清文 刘大杰 张一平 林俗华 冰心 蒋光池 这里面有左派的作家 有右派的作家 特别是鲁迅 我们都知道鲁迅要到1936年才去世 而《台湾民报》是在1920年代 就开始转载他们的作品 所以他们早期在北京 厦门 上海 所写的那些作品 台湾作家都阅读了 那当然鲁迅 对台湾影响也蛮大 他的地位大概就像胡适那样 胡适他传播给台湾人的一个文学观念 就是我手写我口 我嘴里面怎么说话 我的文学就是这样写 这叫做百话文文学 而鲁迅呢 他给台湾作家就是批判精神 就是文学作品也可以批判社会 批判单权者 批判不公平的制度 那在整个的这个影响力上 我们都知道鲁迅对台湾作家的影响 恐怕还超过胡适对台湾的影响 因为胡适强调是百话文的写作 而鲁迅强调的是文学是可以批判社会的 那因此呢我们的第一代作家 都是模仿台湾民报上面 中国作家所写的作品 那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谁 就是台湾本地的诗人叫杨华 他是一个找遥的诗人 他曾经写过一本诗集叫黑曹集 黑曹集都是短诗 那种短诗就是说只有两行而已 可是在最短的句子里面 他要容纳丰富的想象 那很多人看他的那个作品都觉得说 他可能是在模仿中国女性诗人冰心的短句 我们都知道所有文学没有说从一开始都是自己创作 都是应该有前人在前面展现形式跟内容 然后就按照那样的形式内容去创作 可是写久了以后就慢慢写出自己的风格了 创作是最重要的 我常常在讲在台湾文学史的课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受到影响并不可耻 我们模仿别人也并不可耻 如果我们模仿了 然后我们按照那种形式去创造了 我们只要继续写下去 你最后总会创造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风格 那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从模仿这样开始的 那我们都知道1920年代结束的时候 就是说到了1930年了 整个20年代台湾作家 他们的整个努力都被中断了 所以30年代进入30年代的时候 就第二世代的台湾作家就开始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奈何对第二世代的作家 可以说是费尽心力 那他去世的时候 奈何去世的时候 杨索宇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小说与揽云》 揽云就是他另外一个号 就是奈何的另外一个号 然后他说他最重要的就是 帮人家修改稿子 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稿子不好 就把它丢掉了 奈何居然大量的修改他的文笔 然后把它改好了以后 又让他发表 不仅让他发表 简直是一个新的作品 可是他还让原来作者的名字出现 这就是奈何对第二代文学作家 得一个提拔 下周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